举字缩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疫情之后 我看到的亚特兰大房地产的一些乱象 第一个乱象就是旧房的卖价比新房高 那这种旧房是有可比性的 不是差别特别多的 比方说差个二三十年 但是房型和位置都差不多的 这种有可比性的 那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 以前的时候新房一定是比旧房贵的 一般情况是这样 但是现在就整个掉过来了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是因为旧房和新房它卖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旧房放在市场上卖它都是这样 你会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 一个房子放到市场上 二十四小时收到了三十个offer 三十个人都可想买了 那这三十个人为了拿到房 用尽各种的手段 给卖家写信啊 写情义绵绵的信啊 说多喜欢这种房啊 然后说我不要因斯白克森了 我不要贷款了 我现金买 你不是要八十万吗 我除九十万 所以旧房买卖是这样的 一般有这种超过两个以上的offer 这种中介就跟所有的买家中介说了 说现在是multiple offer 叫你的买家处你的最高最好的这个报价 那这种情况下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八十万的房子它能卖到一百万 就是卖家就想要这么多 结果买家非给他那么多 他卖最后成交的价钱要比这个要价高 这是旧房的买卖方式 但是西房不是这样的 西房建商也突然没发现这种 没碰到这种情况 说我房子现在开盘只卖五个 我接下来只卖 这个月只卖五个 结果突然有二十个人想买 那建商是什么反应呢 建商首先想想可能会说 哎呀我这个房子只卖给自住的人 因为建商想整个这小区都是自住的人 我这五个卖了 我剩下的五个就好卖 大家就会愿意买 如果我现在这是一百个小区的房子 我现在头五个一卖 里头四个全是出租人 那接下来愿意出高价的自住人 可能就不愿意来了 所以有很多人想买的时候 建商可能就说 投资的我不卖 然后这帮人就黯然离场 那剩下的人呢 他只有五个吗 那建商可能是说 现在开始摇号 摇到了签合同 那剩下没摇到了 又黯然的离场了 就是这些投资的人 这些没摇到号的人 他其实很想跟建商说 你这个房子想要三十万 我想付四十万的 但是建商连给这种机会都不给 就是这种不同的买卖方式 然后就造成了 新房比旧房的价格会便宜 或者是说不贵啊 那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 我在六月份直播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盯一个新房 那个新房 它就是那种刚平出来的那种土地 刚三通一平 刚做好 就刚擦了盘 放了价 就是独栋的房子 上面写的是二十五万起 在威拉瑞卡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打电话问 结果人家说 我们这个那个售楼的资料还没出来 你再等等 然后我就调查那块房子 威拉瑞卡那块 三个卧室比较新的这种房子 储租能租到多少 它大概能租到两千块钱 然后我自己就按照我的常识去推断 我就想 新房是二十五万 那旧房肯定是在二十到二十三万能买到了 那如果是一般那种储租 它是跟你只要是说 比方说你十年薪 二十年薪 房子差不多 那大概能租两千 就都能租两千 所以我就会以为 威拉瑞卡那块的旧房是二十到二十五万 然后大概都能租个一千八到两千块钱 如果你能买二十三万的这种旧房 可能租金也能上去 结果等那个房子一出来 我们再打电话 首先人家就说 你是投资还是自住 我们说我们是投资 他说那我们商量一下 因为那是一个小的一个那个开发 总共就大概二十几家房子 最后隔几天 那中介给我们打电话说 我们不卖给投资的人 只卖给自住的人 所以就说 在那块的房子 就说市场价钱 这种新房我觉得都能卖到 三十万三十五万的 但是他只要二十五万起 然后根本不给我们这样人的 这样人机会 那我想那块猪瘦笔挺好的 新房不卖给我 那去买旧房嘛 新房二十五万起 那旧房肯定二十五万左右了 结果我一开始买旧房 开始盯旧房才发现 哦根本不是这样 那个旧房的价钱不比新房低 然后我才意识到 我之前假想的那个推测是不对的 所以到现在还会有人问我说 说橘子那块有二十三万的房子能租 两千块钱在什么地方 那我错了 就说不是二十五万起的新房 那块的旧房 二十三万买不到 你也要将近三十万能买到 所以就不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数字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房价涨的速度 就涨的速度你都难以置信 在过去的一年涨了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在过去的三年涨了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 不同地方的房子 不同价格的房子涨幅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房价开始跌了 我们会看见很多的新闻 很多的YouTube都在那很恐慌 说哎呀整个房市要崩盘了 哎呀整个要有什么这个房市 有要cross了 要降价多少多少 但我就没那么紧张 因为就说我手里有的房子是之前买的 不是在三年之内买的 是之前买的 那因为这三年房价涨得特别高 我都做了重新贷款 就我把里面在这三年暴增的那一部分 我大概75%我都带出来了 那我在这三年之内买的房子 房价就是涨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百 那如果像现在接下来 房价在百分之五百分之十这样往下降 我担心吗我不担心 那实际上一般的情况下 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降 我们一般买出租房 你的首付是多少 是百分之二十五 就如果你的房价降了百分之十五 已经相当于你那个投资本金 降了百分之五十还多 如果就真的是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的投资的本金 投资在房子上的本金 降了百分之五十都多 我还是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这三年 真的是暴力呀 就涨得这个幅度太高了 在疫情之后 我又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 就是说你的房价是谁决定的 是你的邻居决定的 结果现在呢 你的房价是谁决定的 你的房价是你的邻居加上美联储决定的 这是一个新发现 那还有一个 就是从疫情一发生的时候 马上出现的问题 就是没有房 一房难求 这是在疫情之后一段时间的这个情况 那到现在了呢 是有房了 但是买不起 租不起 就是从这个没有房 这个叫 inventory出了问题 那现在呢 到了这个affordability 这个付不起到租不起这种情况 我自己持有的房源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租金收不上来 现在的租金 就是住在我房子里的房客 交租的比例大概是60% 有40%不交租 那交租的这60%里头呢 又有一半 30%是政府帮他们付钱的 那如果有一天 这个政府的资助没有的时候 其中30%的这些房客交租 也会有困难 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在外面又有排着队的人 就说信用又好 收入又好 又愿意付更高房主的人 在排队等着想租我的房 那我就分析原因啊 首先现在就是房租长 房价长 就是想租房的人 有更好的房客 愿意付更高的房租 想租我的房子 有人往亚特兰大搬 亚特兰大这个需求还是有 这是这是一方面的事实 那另外一方面的事实 就住在我房子的这些人 从疫情之后 政府给他们发钱 帮他们付房租 把他们养的挺好的 结果突然现在生活恢复正常了 没有疫情了 那这些人要出去工作了 结果因为这几年养着他们挺舒服的 就是说 已经不习惯自己叫房租了 或者自己已经不习惯出去 不习惯出去工作了 另外一个乱象 亚特兰大的公寓市场 从四月份到七月份 就这三个月 这个短短的时间 就从卖家市场迅速的转为了买家市场 那主要的影响就是这个利率 有很大的影响 那另外是整个大家的恐慌 就现在是越不买越不买 以前的时候是越强越强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那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贷款值钱了 如果你想卖一个房子 你说我是有seller financing 我卖家给你除贷款 你要的利率还不太高 你没那么弹 或者你现在的房子 你上有个贷款 有个很很高额度的贷款 然后这个贷款的利率非常的低 比方说2%3% 你卖房子的时候 这个贷款可以转到买家去 那这种贷款是值钱的 一般的如果一个正常的房子 它正常的卖 比方说像一个酒店啊 或者是一个公寓 它卖的价钱是500万 结果seller能提供贷款 它的价钱可能就能卖到550万 或者是说这个房子上有一个 300多万的贷款 然后利率就是3.5% 固定是5年的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 还剩4年 结果这个500万的房子 你就因为有这个贷款 你可能多卖个几十万 好 这是我观察亚特兰大的房地产市场 我总结到的一些怪象 就是跟乱象啊 跟之前不太一样的 我分享给大家啊 好 举字说房产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